加州人可以自由購買彈藥 暫無需背景調查 郵民有增無減 州府將建更多臨時住所 全美交通最擁堵排名 您的城市上榜了嗎? 神韻矽谷家場爆滿 市議員表示 一生必看一次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加州多年來擁有全美最為嚴厲的槍支管控法律 連購買彈藥時 都需要做背景調查並繳費 但這項法律 在聯邦法官判決違憲後 情況有變 近期 加州民眾購買槍彈時需要做的背景調查和繳費要求被禁止 在周三的一項判決中 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羅傑貝尼特斯表示 背景調查這項要求違反了憲法第二修正案 法官說 加州的自動背景調查系統在2023年上半年拒絕了超過5.8萬次申請 約有11%的申請人沒有買到彈藥 影響民眾用槍支自衛的權利 對於裁決 加州總檢察長邦塔立即向巡迴法院上訴 要求暫緩禁令 周府稱 背景調查是為了幫助找出非法持槍者 購買幽靈槍支或自行組裝槍支的人 在購買彈藥時會留下記錄 但不少民眾批評 加州法律助長了犯罪 更阻礙民眾自衛 事實上 與槍支管制有關的爭議近年來在加州政壇趨向白熱化 一方面 由民主黨主導的州政府主張為減少犯罪 不斷收緊對合法民眾的槍支管控 但民間組織則是希望當局依照憲法 適度放寬 擁槍權 新唐人電視台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加州的游民不斷增加 州長紐森去年就承諾要批量建造臨時收容所 但游民何時能入住 卻沒有進一步消息 週三 在洛杉磯 有承包商展示了最新一批收容所模型 120平方英尺的空間裡 有床 馬桶 淋浴 還配備空調 暖氣等設施 這是加州僱傭承包商為游民搭建的臨時收容所 我們設置這些 約一小時 像我所說的 我們製造他們在我們店裡 約15個天 我們放他們進行車子 輸出他們 他們進行車子 進行車子 然後進行車子 進行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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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行車子 進行車子 進行車子 然後有一個工廠 進行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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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民只需拎包入駐 幾乎沒有入駐門檻 居住在三至六個月 他們正確定 在聚餐服務員和服務員 進行車子 然後進行車子 進行車子 進行車子 或者在很多情況 進行車子 進行車子 然而臨時收容所供不應求 加州郵密人數 在去年初就達到18萬人 其中洛杉磯市就佔25% 此外 隨著洛市的禁止驅逐令到期 郵密人數恐怕將進一步增加 根據規定 洛市的房客必須在2月1日前 完清疫情以來所欠下的所有房租 否則房東有權將他們驅逐 賓州大學的研究預計 洛杉磯將有9萬多名租客受到影響 此前 禁止驅逐租客的法令 讓房東頭痛又無奈 面對拒絕支付房租的租客 只能走上法律途徑 洛杉磯市長巴斯則稱 會向無家可歸的租客提供資源 避免他們流落街頭 新唐人電視台 洛杉磯基爾站 採訪報導 全球定位技術專業公司TomTom日前公布了2023年的年度交通指數 對美國交通最擁堵的城市進行排名 一起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是否上榜 TomTom的定位專家們衡量城市交通擁堵程度的方法 是評估每行駛一英里所需的時間 成本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並模擬典型電動車和燃油車 在城區內完成六英里行程所需的時間等 據此列出了美國十個交通最擁堵的城市 因為堵車而名聲在外的加州洛杉磯 雖然榜上有名 但只名列第九 並不是最差的 說起道路擁堵 當之無愧排名第一的是紐約市 2023年 紐約市中心的通勤者行駛6英里所用的平均時間高達24分50秒 比2022年又增加了20秒 排名第二的則是華盛頓特區 行駛6英里所用的平均時間高達21分20秒 根據TomTom的計算 2023年 美國首都的通勤者因為高峰時段堵車平均損失了86個小時 排名第三的是加州的舊金山 隨後是波士頓和芝加哥 巴爾地摩 西雅圖 費城 洛杉磯和邁阿密分裂堵車排行榜的第六到第十名 雖然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堵車讓人很惱火 既浪費時間又浪費能源 但經濟學家可不這麼認為 在他們眼中 道路擁擠反而是經濟狀況健康良好的標誌 因為這說明很多人都在外出消費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1月31日晚 神韻世界藝術團在北加州聖河西表演藝術中心的家常演出爆滿 被節目打動的觀眾以熱烈的掌聲表達對藝術家們的讚賞 有觀眾激動地表示 神韻是一生必看一次的演出 而是十足藝術甚至十足藝術士並結合一個派群的藝術 和古舍藝術執的夢和藝術 那是古舍藝術中藝術 傳統藝術 加上碳聲音樂 micros藝術 軟的感覺 這個忠實實 繁衍 復表現出的很難inis 那個佛舞舞 來和歌手劍的充裂 和獄舞 所以计算是非常好看的 所谓的词国 与其典的影响 与之间的广播舞台 由于前提及的社会 咱们的时代 所以是象征想要学更多的 我们计算它的使用一切 能转移动 到演唱到电影 我觉得非常精一对 我認為大家應該來參與神傳 至少在一年一年 這真是厲害的 這真是順利的 這真是幫助人們 解釋中國的傳統文化 這真是像是似的 神韻致力於復興真正的中華神傳文化 而這樣的藝術形式 在當今的中國是看不到的 我認為這個訊息很明顯 我認為世界上沒有想要被迫 我們想要有自由的選擇 說話 做什麼我們想要在世界上 最好 我們必須活在一個很親切 和親切的世界上 我認為 在最後會贏 我希望所有人 在世界上 和在共產黨 希望他們能夠自由 有一個分別 中文化 中國人和中國人 中國人 中共 在世界上 之間 所以 我希望 大家可以學習 那些解釋 帶來這個 冷靜的 氣氛 帶來人們 一起 讓人們 一起 讓人們一起 讓人一起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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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五個面向 在教育上 兩項提案不僅要求 為非裔學生提供經濟援助 還要增加入學人數比例 五項與民權相關的提案 要求歸還符合規定的非裔財產 資助非裔群體脫貧等 刑事司法改革方面 四項提案要求加州改變憲法 不可強制 囚犯勞動等 另外 兩項健康提案要為非裔民眾提供更多醫療和食物 與商業有關的提案要求 州府允許為有犯罪記錄的人發執照 並優先考慮非裔美國人的申請 這一系列計劃得到了加州州務卿雪莉維博的支持 她表示 美國正在等待加州在賠償非裔方面的領導 新唐電視台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 拿筆寫字的人越來越少 而連筆字書寫也逐漸被淘汰 不過從今年開始 加州小學恢復連筆字教學 希望提升學生的閱讀 理解等能力 課堂上學生在一筆一畫學寫連筆字 南加州富爾頓的這所小學 老師凱樂在黑板上教學生如何寫出漂亮的字母W 很多我的學生會說 噢 它是太難寫的 所以我們告訴他們 它會讓你更聰明 它會讓你的心靈 它會讓你進行到下一步 去年10月 加州A筆446號法案通過後 規定一至六年級的課程 必須包含寫字 三年級及以上的學生 要學寫連筆字 對 我喜歡 因為我只覺得 它是這麼便宜的 要寫的方法 而且是很興奮 學新的字母 我真的覺得 會幫助我的手寫 也會刷刷 因為如果你在做什麼 很困難 如果你在做一個更容易的版本 你可能會更好 更容易的版本 專家指出 學寫連筆字 能幫助學生 看懂歷史文獻 還可以促進大腦發育 雖然連筆字教學 順利被列為小學課綱 但各地教學性質低迷 模式層次不齊的情況 仍然讓提案發起人 奎克·席爾瓦感到擔憂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張博元綜合報導 美國波士頓一名中國留學生 因為人身威脅被定罪後 美國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 在週三發布一份報告 指出中共對在美國留學生 構成最大威脅 並實施跨國鎮壓 自由之家的這份報告 以解決美國校園的跨國鎮壓為主題 指出中共的跨國鎮壓 對在美國的留學生 學者 教授等構成了最大威脅 自由之家主席 邁克爾·阿布拉莫為此表示 美國的留學生正遭受 最嚴重的跟蹤和騷擾 而許多學院和大學 無法保護學生免受獨裁政權持續威脅 報告還給出數據 在2014年到2022年間 38個政府在91個國家實施了854起跨國鎮壓事件 包括暗殺 襲擊 拘留和非法驅逐 實際情況可能更糟 上週 美國波士頓聯邦法庭陪審團判定 一名中國留學生吳孝雷被指控的兩項罪名網絡跟蹤 和跨國傳播威脅信息最成立 伯克利音樂學院此前回應大紀元 證實吳孝雷已被停學 案件將在4月24號宣判 一直關注該案的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峰索表示 判決意義重大 中共駐美大使館1月29號發通知聲稱 近期有多名中國留學生 從美國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入境時 被美國邊境執法人員盤查 並被註銷簽證 遣返回國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趙鳳華與威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外資紛紛撤離 工廠企業接連倒閉 商店紛紛關門 民眾生活越來越艱難 消費不斷下降 近日 民眾發視頻講述真實情況 引發關注 一個月前 中共喉舌央視主持人白顏松在節目中問專家 如何解決老百姓有錢不敢花 不願花的問題 引來網民一片揶揄嘲諷 1月29號 山東德州的一位母親發布視頻 回擊白顏松 我們是21年剛買的房 房貸一個月是3,200元 外債30萬 不要說去消費了 我現在就是勒緊褲腰帶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把窟窿給補上 而中國的農民就更加艱難 連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 農民沒有退休金 沒有醫保 冬天就是白菜蘿蔔 夏天就是茄子豆角 不會超過一塊錢一斤 菜價超過兩塊五的 他們從來都不買 這位母親還對白顏松喊話說 你不要建議大家去消費 應該建議就業崗位多一些 油價降一些 農民的養老錢多發一些 農民的養老錢哪怕是多個幾百 如果我們有錢了 你不用介意 我們會消費得很呢 視頻在發布之後立即引發共鳴 許多網友留言表示感謝 認為說出了他們的心聲 去年 中國經濟學者李迅雷在《第一財經日報》發文 引用北十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調查數據指出 在中國 月收入2000元人民幣以下的人口 大約有9.64億人 即便真實數據可能更糟 文章還是很快被當局下架 新南人記者唐瑞 雄斌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國際關注的臺灣大選已落幕 各界也以選舉結果分析兩岸及國際局勢 洛杉磯香港論壇近日舉辦研討會 邀請香港資深媒體人程翔和臺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 探討離散港人和中共滲透等議題 洛杉磯香港論壇於1月27日舉辦臺灣大選與離散港人研討會 討論在臺港人現狀和臺灣大選結果的影響 常年關注民主運動的桑普 在臺灣成立臺灣香港協會後 關注移民政策 幫助港人融入臺灣社會 他指出移民審批狀況比前半年改善很多 非常支持一切香港人繼續在香港奮鬥 我們都連結世界各地和各地的同道 一起做好我們每天的工作 希望有一天香港真是光復 而在光復之前守住臺灣 這是我們的願望 而希望每一個來的人 他們根據規則做事 保留臺灣政府國安財量空間 就可以達到彼岸 可以達到真正的目的 我們只是希望盡少少勉力 如果可以籌得多少就得多少 因為始終籌到款項 也可以協助在臺灣的香港手足的學費 這件事對他們來說也是經濟負擔 這次臺灣大選 不少香港新移民也參與投票 桑普說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 卻失去國會優勢 只能說是慘勝 而中共的抖音、小紅書等軟件 也正在殘食臺灣下一代 承鄉也提醒 中共對臺政策是打不如買 買不如騙、騙不如下 若不了解中共 會把臺灣置於險境 譬如有人說要相信習近平 譬如有人說首戰即中戰 有人開一個研討會 叫做臺灣不安全研討會 這些都是一種嚴重的投降主義 另外台灣還有一股成行的衰靜主義 它以為你不去挑釁對方 對方就不會來搞你 這是很錯誤的認知 我覺得首先要認識中共 認識中共本質 認識它的強大 是對全世界一種潛在的威脅 還要從歷史的經驗 看到中共是怎樣在台灣 進行它建立黨的工作 它的宣傳、它的滲透、它的統戰 它怎樣在不同的層面上 部署它的力量 這些都要很詳細去研究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就是 建立個心防、認識中共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約熙 洛杉磯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科學家在南極最新發現了四個地企額的繁育區 揭秘了這些南極居民的有趣生活 寒冷的南極呼氣成冰 一隻隻地企鵝歡快地從水中一躍而起 用肚皮擦著冰層 借助翅膀和雙腿在冰原上快速地移動 成年地企鵝身高1.2米 體重超過45公斤 是這片地球最寒冷土地上最大的企鵝 這些不會飛的鳥兒 一直是科學家的主要研究對象 我們找到這四個地企鵝的繁育區 一直都存在 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 研究團隊使用中等精度的衛星圖 來跟蹤地企鵝的遷徙 當看到棕色方塊時 研究人員就會調取高精度的衛星圖 來確定是地企鵝群 地企鵝是群居動物 每年的1到3月在大海中密食 4到5月前往繁育區 5到6月 此企鵝會剩下一枚蛋寶寶交給熊企鵝孵化 自己則返回大海密食 等此企鵝吃飽回來 已經兩個月過去了 這時熊企鵝才能外出填飽肚子 到12月的時候 企鵝爸媽就可以帶著寶寶 一起出海了 在企鵝寶寶長出豐滿的羽毛前 冰層一旦破裂 這些鳥寶寶就會被凍死 所以成年企鵝會觀察冰原的狀態 選擇最安全的地方來繁育後代 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66個地企鵝的繁育區 目前野生地企鵝種群的數量 大約不到30萬對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